太極拳 太極拳是否花拳獸腿 看得不打得 三個習武的年輕人 用血汗去感受正宗太極拳的 駁激威力 受到李小龍的影響 喬正夫少年時代開始習武 學過空手道 得過全港六十公斤級公開彩亞棍 近年就哀想了菲律賓魔像 他也是一個武俠小說作家 在文字世界裡 追求天下無敵的武術境界 我最近寫的那本武俠小說 其實裡面都描寫了太極拳 是一種很高深的武功 但其實我自己沒有真正去學過 為了搜集武俠小說的材料 喬正夫去了中國河南的陳家溝 這裡是陳昔太極拳的發源地 落腳點是一間由陳家太極拳 傳人開設的武術學校 接待的負責人去了安排他住宿的房間 他就決定去旁邊的練習場 看有可不可以做插班生 上他人生第一堂的陳昔太極拳 喬正夫曾經接觸過太極拳的基本套路 但入門的第一課 都是由基本功站莊開始 雙腳就好比大樹極根 根不顧 知不掌 葉不謀 一開始學功夫是為了出路給自己 希望將來可以教拳 但慢慢練習的時候 開始喜歡這件事 我會不斷地去找自己的缺點 不斷地去鍛鍊 將自己的缺點變成優點 Oscar生於紅拳世家 自小就學習家傳功夫 紅拳是外加拳 光猛信質 同橋鐵馬 太極拳就剛剛相反 屬於內加拳 柔正內斂 以若制強 兩種拳術可不可以兼收並促呢 我希望可以吸收多些不同門派的東西 然後將它系統化 將它有制度地發展下去 太極拳是由誰始創一個問題 眾說紛紜 比較合理的說法 是太極拳並非由一人一時一地所創 而是由前人不斷整理和創新發展出來 陳侍後人認為 先祖陳王廷是陳昔太極拳的始創人 陳王廷是明朝武官 退隱之後整理了陳家歷代相傳的權術 全陽後世 都是學了一兩個基本功 第一個是站裝 站裝都是拿身體的感覺和姿勢的正確 都挺辛苦的 因為那個站的時間可以很長 可以去到半個小時 整個人都震了 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陳小聲老師是一個很沉默的老師 他不多說聲的 但是當他過來抓你的基本動作的時候 譬如我通常做得最差的是那個腰跨那裡 他就把手放在那裡跟正我 但他又不是很大力地按我下去的 他只是在那裡擺著 你一天不下他一天就不放手 即是給你一個壓力 最後你也是落到他的滿意才放手 我覺得幾特別的一位老師 陳家溝的陳氏權藝 輾轉相傳幾百年 難得的是一直沒有失傳 即使在文革那個最艱難的時期 全國禁武 陳家傳人仍然堅持繼續偷偷練武 不讓這個傳統失傳 陳小聲是陳家溝太極權學校的校長 也是的系傳人 建負全洋正宗陳家太極權的重大責任 陳家溝太極權學校招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不限年齡、國籍、體質、有教無類 即使給不起學費的貧府兒童 都不會逼他誅門外 我是太極權的傳人 好像從這個思想裡邊 有責任把這學校弄好 當時搞的時候 真是一直到現在 就是很累很累了 從各個方面 從這個一切力量 我現在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我都在這裡邊住 年輕人學習太極權 著重體能訓練 強化肌肉筋骨 然後再配合拳術、套路、推手、兵器的訓練 優化他們的技巧 達到剛柔並重、內外合一的效果 這個太極權是根據人體運行規律要求 符合這個規律 各個經驗都打通 這樣子 很多稀奇古怪的疾病 就是醫療甚至達不到的 它神奇的好了 所以很多有病的到這裡 很怪的病 再也說不定是怎麼回事 反正練一段都好了 所以這樣慢慢慢慢 這個來的人就拖來了 十六歲的陳偉諾來自德國 他小時候有一隻耳朵失衝 半邊身不能動 他的德國醫生 還建議他學太極權 學了之後 情況大大改善 他去年成功說服了媽媽 讓他來陳家溝學母 什麼太極權吸引你 不僅是你的身體 也好是你的心 好是所有的 現在就像 有些東西在背後 想找它 為了下個星期 去英國拜會陳家太極權的掌門人 陳小旺 Oscar專誠在香港 跟陳掌門的徒弟 郭鐵華師傅 學習老駕一路 練開外家拳的Oscar 第一次灑陳式太極套路 被這種內家拳法考起 王戰軍自小就練習太極拳 他長期苦練內功 能夠用土皮法弓 將寵物彈開 丹田彈斗這個絕技 兩次為他創下世界紀錄 無人能及 太極權練到高層次的時候 周身無處不失守 挨出何處何處機 內家拳很講究內氣的鍛鍊 目的是要將氣最合到丹田這個能量中心 當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將氣灌到身體其他部分 作為保護身體之用 當要發動攻擊的時候 還可以將內氣轉化成為相當強大的力量 感覺到這個壓力在這裡 比較痛的話 比較痛 用拳頭可能比較好 我試試 感覺好像 身體去了 變成我的重心已經失去了 然後自己要跌去補位 就是那個力是一直由這裡直線去 所以是不由自主地跌 腰要放鬆 腰要不要緊張 好,加油 試試試 試試 試試 一百公斤的大石 對陳輝來說,舉重若輕 他只有25歲 已經在學校教了八年拳 他是陳家正宗傳人 在省級比賽裡 得過槍術 推手 和雙刀冠軍 2010年 康隆武林大會 成功晉級最後四強 不過抽籤後的對手 是他師父 唯有退出比賽 現在咱們在探險裡 向第一個動作 騎士 接下來這個動作 為金剛倒墜 下 這呢 為上下處立 而周身自然 也就是為了放鬆自己一樣 下一個動作呢 從左旁 咱們剛才做的呢 是 這個喬先生呢 好像側面過來 是從自己的右側面 所以說咱們用的是下半個 一旋轉 趴著 直接上步 下手來控制快樂同時 上手呢 旁擋住對方的手法 前框一合 這一體是 咱們運用的時候 運用了一個肘 因為咱們距離比較近 近用肘 遠用手 這個呢 今天喬政府就要告別陳家溝 這個人口不足三千人的純學小村莊 世世代代都以練拳為樂 無私地將陳式太極拳 這個中國文化貴寶 承傳下去 通貝拳是一個活動當中的拳法 是跑動的 李家高頭大馬恐武有力 以柔黑剛 以弱製強的太極拳 是不是適合他學習呢 我發現到 吳家的太極拳 他是一種 所謂的 我覺得是即柔成剛的拳 他不是絕對的柔 他可能動作看上去很柔 但是呢 他是可以發揮出很大的力量 吳光宇 吳家太極拳第五代掌門人 是一代宗師吳鑑泉的曾孫 2005年 他放下在加拿大的拳館 回來香港接管總社的管務 好 我們打太極拳裡面有 栽錘 子當錘 潘能錘 這些多數打的位置 是折下去的 鬆肩沉渣 沉渣 很簡單 一直折下去 不用怎樣 已經斷了 如果你是有沉渣的話 我一過來只是你鬆鬆一沉 吳掌門強調 學太極拳應該體用相收 即是除了強身健體之外 還要了解他的功縫能力 要有實際用途 所以他經常被邀請 去紀錄部隊提供實戰訓練 每個太極拳招式 其實都可以運用在實戰裡面 不加太極拳也不例外 而且還有很多率達的技巧 除了發現力 可以前後左右 還有上下打斜 即是一個八卦九弓 但以前玩的方式 跟吳師傅學 完全是兩回事 你看這次學 他每一個動作 即是就這樣一埋 爭這一下 已經可以把原來一個人 可以按到他跪了 你任何方向來 到了嗎 就到了 即是有些東西很微細 很微細 做錯一點點的效果 就差天局地 可以看到那種很科學化 每一樣都是很合理地去解釋 是 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武術 其實蘊含的一些智慧 在日本 入門引路衰口手 功夫無適 法治修 說出來的理論不是基本要求 是家家都是一樣的 例如什麼含空拔貝 虛令景景 虛術分清 鬆堅尋爭 什麼家都要有 唯一吳家泰卿的特色 特色是什麼呢 穿字步和邪宗求成 這個就是我們 含色泰卿的特色 為什麼這樣呢 沒什麼的 是年功的 如果你穿字步 都可以將自己重心成到 你不是穿字步 應該都是如虎添翼 邪宗求成也是重心 說虛術分清 有一個很難度高的位置 都可以成到自己的看重 你去回三七四六分章的身形 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吳家泰極拳 是除了祖宗陳家泰極拳之外的五大流派之一 早年有五鑑泉從國內帶來香港 後來在南洋一帶帶受當地華人歡迎 全因爲一場擂台比武 他們這麼喜歡找吳家泰卿去 就因爲不曾比武之後的名氣 那樣樣都是 找師傅 找個又打得又練得那些 公然那時候 是職策一時的 而我們又不是很勇鬥狠的 去到收徒弟教拳 健康 智慧 到今時今日都是在這個方向 早期去外地謀生的華人 大部分都是從事體力勞動 生活環境複雜 唯有習武旁身 後來一些富起來的華人 開始重視身體健康 事態極權為一種高尚的運動 我看這個館都沒有長歷史 那就是因為1954年的吳陳比武 非常之出名之後 本地有一些比較資深的 和喜歡學武術的人 就邀請吳公義中師國 開始 在那個時候 在新加坡那些有地位有名 名譽的人有錢的人都很支持 不加太極權是奉張三豐為他們的創始祖師 那太極權是否真的是張三豐創立 的確是有些古代文獻提過這一點 後來有一些幕後小說 包括我寫的那些都有圈驗這一點 但後來也有一些學術上的考究 是否定了這一點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張三豐的確是道教上一個真實的人物 太極權我們也看到他的技術上 也融入了道教陰陽雙刻的理論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太極權 尊張三豐為一個精神上的元祖 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的 李家和喬正夫明天會去李玉門體育館練習太極散打 嘗試把學到的技巧用在實戰裡面 太極散打是由兩個人或以上按照一定的規則 運用太極推手和散飾進行格鬥 可以是練習亦可以是比賽 今天我們主力都是想把之前學的太極散手 做一個叫做小小的總結 Hello 各位師兄 這隻腳 這隻腳 腫了一個馬 腫了嗎 要就住 打的時候有些招式打出來 我是打你 你是化 我馬來 掛了我 我拿你 不是被你打 我拿你是準備 是踢你 或者是 衰你 你明白吧 你明白嗎 這樣就給人家有一個 不要太拖拖拉拉 一來到 一來打 一去就去 就是這樣跟著去 這個就是所謂 之後搏機的手法 大小不是問題 我埋了身 你不讓我埋了身 沒問題 如果在街上就有衰你 這個就是自衛衰 所以很少是這樣站在這裡 多數是假裝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反應 試試 好啊 腿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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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泰犬的金句 來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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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子震了幾下 就是因為有幾下 有幾下 我的腿呢 很短的 我們加了一個力 是 有時候做不切 那些用我背的腿 這樣就 震一震 不過暫時都OK 今晚不知道 今晚不知道 是呀 我也發覺剛才 有些衰的動作呢 它基本上你打算 未必會跌的 但是 難不防 你就拿到我重心的點位 接著 好像走來一樣 碰 掉了 那這個我覺得 唯有在實戰搏擊當中 才可以 體會到 真打不斷 真打真的不同 適應 適應 陳成哥 Oscar 由香港去到英國禮物堡 拜會陳昔太極拳掌握人 陳小黃 他被譽為 當今世上 陳昔太極 四大金剛之神 陳昔太極拳的套路 拋鋁 剛烈威猛 苦苦生威 爆炸力 來自猛者全身 作出高速螺旋型轉動 這種 就是陳昔太極拳出名的 前師徑 我第一次看到太極可以殺到這樣 我真的第一次 我在香港從來沒見過 我亦都沒有想像過 太極有這麼兇猛的威力 很厲害 傳統的練法 開始就得練第一路 找到這個運動規律 達到一期貫通 才練第二 這叫炮錘 不是用本力來快 是在這個基礎上很快 快而不亂 慢而不散 就是這個運動體系的 以單體為核心 移動全動 接接貫穿 不管是左右變化 還是前後變化 還是上下變化 不管怎麼變 這個運動體系不變 我們要進 多大 你發開了 發大了 發大了 再大 再發一拳 進 前拳 遠拳 近走 小聲音靠 如果發一拳了 快點 我們發著一拳 一拳 太厲害 他的拳風 真的發發聲 不是配音來的 不是配音來的 一拳 一拳 一走 如果再接近 靠肩膀 用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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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發不了力的 不知為何 陳師傅只是一隻手 抓住我背部 還有單腳站 但我是怎樣推都推不到 但我感覺到 動力是向下沉的 我不跪低都不行 剛才 我腳幾十年 沒有傷過任何人 這個疊呢 他有個接受能力 啪 到疊我就停了 不會傷害的 其實剛才我都沒用力了 我都放鬆了 但他一撈我的時候 我是真的痛到不得了的 真的痛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突然難 哦 用力推 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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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滿天下 每年大部分時間 會去不同的國家和城市 主持太極權研集辦 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很像我搞學生辦 他們放棄家庭 放棄工作 駕車來幾百里的 坐飛機來幾千里的 我想到他們對太極權這樣愛好 向他們笑 從一開始 I follow you After You follow me 開始他們很天真 我要新動作 我要新套路 那麼你說 這可不對 他思想不結束 形成砥柱 開始我跟你 I follow you 新動作 我做新動作 那么用法 我们来用法 气流通 我们讲气流通 大家很高兴 在这个中间呢 讲这个道理 哦 我原来我们的想法 都是很幼稚的 现在他相信我了 好 你放了 老师你说怎么练就怎么练 过来 刘师傅由香港移居英国超过20年 几年前正式拜陈小旺为师 太极拳的套路是知己功夫 推手就是知彼的功夫 透过推手去感应对方虚实 然后攻击他的弱点 那些镜太厉害了 因为我的镜都很厉害 但是那些好像坐船那样 高楼越泡越大 叮不住了 无法 物差越小 气的流量越大 能够接受的速度越快 力量越大 应该是每个人练太极拳 都要照着最高警戒来进军 陈掌门说太极拳是导学 导不远人人致远 意思就是说 人人都可以学太极拳 而学不到太极拳的 都是因为自己放弃而离开 陈识太极里的站装功和前师功 不一定配合太极拳式 你明白了故中的力学原理 你练到出来的话 你怎样发挥都可以 Oscar回到香港之后 就立刻上去拳社继续练习 陈昌立退休之前是中学校长 十几岁的时候 被当时吴家太极拳掌门人 吴大葵收为入室弟子 由于陈昌立比较瘦尚 掌门人恩财师教 将埋伸摔达的功夫传授给他 看小太极以前 不敢大声说 这下是太极里面有一个挂劲的动作 当他抱起的时候 我需要把全身的力放在脚底上 把全身的力放在脚底下 把脚底下 把脚底下的脚底下 脚底下的脚底下 所以它很重很重很重 要放下 在这个时候一转身 把脚底下的脚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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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到 对 弄得到 陈昌立的埋伸摔达 速度极快 而且灵魂多变 往往能够出奇制性 适合货子不高的Oscar航 下地才用脚底下的脚底下 脚底下的脚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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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脚底下的脚底下 在脚底下的脚底下 转转 OK 不可以的嘛 OK OK 好一点 然后力比撒地下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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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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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會痛啊? 剛才踏上內臟 沒事了,現在不會好一點 後面 這裡踏上了 前面好痛 前面好一點 剛才有一點腰 放心 緊張,沒事吧? 謝謝 謝謝 陳昌立認為Oscar拳腳由印度不足 打起來不夠鬆 就容易被對手操控 好 師傅,下個星期我要打蜜膠 六呎高巨人 那怎麼辦? 如果高的,就用步 用步 你要學單重 這個腳是可以動的 高的時候,一放個桩 一個都是 你看,全部都在這裡 這個腳 你看 加上手 你不要手快腳慢 好 如果是這樣 這裡插上去 哇 就多了 這兩個姿勢 不能停 上 上一上 就把這手搓上去 看到嗎? 你自然會想下 是 一下就死 但我不能停 譬如說 一上 停了 你習慣這麼慢 一上 就會下 太極劍 兼具太極拳 和劍術的風格特點 除了要像太極拳一樣 輕靈柔和 綿綿不斷之外 更要重以不重力 認神兼備 你是競技太極套路的世界冠軍 可以說一下那種規範的太極套路 和傳統太極拳的分別在哪裏 其實在練拳方面來說 傳統和比賽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現在的競賽套路 都是在那裏演變出來的 在傳統套路的基礎上 就是它的攻防意識 透露的結構上面 再慢慢加入一些有可觀性的動作 可觀性就是一些高難度 以前太極拳很少有離地的動作 現在除了單腳支撐跟腿之外 再加上一些挑約專體 加單腳落地 可以說一下太極拳 養生的效能 去到甚麼程度 說內和外 內練一口氣 內練筋骨皮 所謂 現練益受不老春 把我們身體每個關節 是可以 練到鬆 練到透 當你鬆透 柔軟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內練一口氣 是幫我們平心靜氣 腸動的變化 是你的氣血周流 是相當有好處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 中國開始推行普及太極拳 讓民眾強身健體 養生熱戀 由於陽式太極拳 已經演變成為 柔和舒展的套路 所以很適合神運 據估計 全球最多人練習的國術 就是太極拳 超過一億人 嚴格來說 這些是太極拳 目的和用途 和原來用作忌擊的太極拳 已經很不同 強身健體 吃得好 睡得好 精神好 我們常常說 很容易跌倒 打了太極拳後 站穩很多 這樣就行 我腳本來的關節很差 蹲也蹲不到 但現在很多 跌倒 因為我今年六十歲 他是我大哥 你想想他多少歲 打太極拳後身體好很多 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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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轉爬 你轉成這樣 我一定容易跌 如果你還沒轉到 這裡卡住 我就跌不到 不要爬 你的身一爬 這裡就沒有了 遠紀正教授 曾經出任過廣州精武體育會總教練 訓練過廣東省的推手代表隊 整須不定 對太極拳的學術研究 很有心得 你看看我的 完全按照一個方向走 你快我快 你慢我慢 他所謂沒有殺傷力的誤解 往往是 一個是由於他有養生功能 很多人平氣他的忌擊功能 那是一個方面發展 另外他那種耳猶黑缸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掌握他 因為他的技巧太過精細了 他最原始基因 和整個武術基因都是一樣的 他源於人 包括動物那種攻擊和智慧的本能 卻能力度 可以 其他的 他這個 傳統 他 他 些是 這版本很小的 光油併中 匪 inherently用油鍊DING 到點的任何 到中的點 其實兩件事都是同樣的 李嘉、喬正夫和Oscar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苦練太極拳 今天就會互相比試 看看他們掌握到多少 吳光宇和陳昌立 都會來提點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練拳練上身 盡量使出太極拳的真功夫 雖然不是正式的擂台比武 但他們三個都非常認真 為了保護身體 三方都同意戴頭盔和拳套 實戰的速度比平時的閘快很多 電光打成之間 就要作出攻擊和防衛 很多時候都會變成打本能 好,太棒了 基本上,我覺得整場我一定是防守 因為身高,感覺上很難能夠進去 不要跟他打進去中間也不能進去 其實Tiger來說,二柔制剛不一定要硬碰硬 就算對重磅自己也一定能打到 但我做不到 李家的身形和技術都佔優,連贏兩局 喬正夫和Oscar身形相約 原來腳枉,互有攻守 既然知道他和黑人家裏就想著 既然你想要怎麼回事 那我還要考慮 我應該要來不直接 是 這次跟吳師傅學了一些 都發覺有少少反應 因為我學太極的資歷太淺了 我剛才在打的時候 一直在想著怎樣可以用太極刷你 所以吃了幾拳刀 我在想你這個位置 我應該用哪一招刷你 通常我們不用想哪一招 看姿勢怎樣 但剛才兩位都是用力太重 用太多力 因為都是緊張 緊張 太極的味道就少了些 心法上面我學了很多 譬如說怎樣去拿對方的重心 這件事我覺得是比我最大的得著 因為太極它不是外加拳 不是你練招式就可以用到 就算你知道那招的動作是怎樣 但是你本身身體還沒培養到那種力學原理 你是做不到那種效果出來的 難得有一個機會去跟一些有名的師傅 學太極拳 而且是真的學一些用來打鬥的太極拳 有些大開眼界的感覺 不是我去看 有些沒有人 我去講 哪種效果 是因為太極拳 有些大開眼界的感覺 有人知道 老是很不留死 我去看 有些人 是 Nikki 有很不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